今天要來開箱 之前看伯伯代曆是說是2019 然後推薦值得購買CP值高的電器 那我們先來開箱第一個 大家看我包神章應該就知道我要開箱的是 吹風機 這一款是Panasonic的EHNE5A的吹風機 那它的顏色很多種 我是買粉黑的 就是你知道感覺很像仿dyson 個人覺得這個顏色配起來比較好看 那會買這一支的原因是因為Panasonic 其實有一支比較有名的吹風機 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一支非常的貴 那我本身沒辦法為了一支吹風機去花幾千塊 這一支吹風機價格非常親民 那它的功能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就趕快入手一款 只有大風量 然後它是負離子的 樹乾 然後清亮 雖然就是小小一支 但是基本的功能其實都有 我只要求它可以不用吹這麼久 可以趕快乾 因為夏天吹一款實在是太熱了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這一款的吹風機吧 我覺得這個配色真的感覺蠻高檔的 一樣會有Purble啊Dry啊Cold跟OF 那我們就是來計時看看使用這支吹風機 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可以把頭髮吹乾呢 我們測試完畢 那不含吹整的話 就是單獨把我頭髮吹乾的話 大概是花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覺得它Dry就已經很夠熱了 它其實不會太重 然後舉起來就是還蠻輕的 再來第二樣是 Tescom的整髮器 那什麼是整髮器呢 它其實也是有一點吹風機的功能 只是你看它這裡是梳子 所以它會幫你的頭髮 就是邊吹的時候邊順 然後聽說如果你要吹內彎的話 用這一個也蠻好用的 重點是它的價格真的差蠻嚇死了 才600多塊日幣喔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它其實是可拆式的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push鈕 那它把它push起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 小型的吹風機 它旁邊也是有hot、cool跟off 一切都歸公我手殘啦 如果是很會捲頭髮的人 應該是會覺得這一支蠻好用的 我覺得這一支算是 可能你平常睡起來 然後瀏海就想說 只有一團糟 然後可以馬上就的 的一支整髮器 覺得這一支比較要小心的是 因為它這邊都會偏燙 所以如果你在捲你的瀏海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不要燙到 以上就是我開箱 我從日本買的兩個吹風機 那在這裡就分享給大家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追蹤我的IG跟粉絲專頁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有啦 還是有一點彎啦 只是你知道 就是我手殘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就是 捲的半圈而已 但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就推薦給大家